今天要和你分享的人物是张志超 被当成强奸犯的15年 欢迎收听 半年前 山东张志超案再次宣判 改判张志超无罪 这距离他15岁时 被错误指控成强奸杀人罪 已经过去了15年 正义的最终来临 源于一个家庭的母亲和律师们 琐碎的 令很多人厌烦的调查 对于张志超自己 他丢失的不仅是人生最宝贵的事件 这半年以来 他学会了使用微信 但仍然不知道 怎样跟这个社会打交道 他需要自己去找回这些丢失的事件 2020年6月1号 张志超申请788.9万国家赔偿 其中包括人身自由赔偿金 188.9万元 和精神损失赔偿金 600万元 张志超离开监狱半年了 也没干什么 母亲马玉平反复说 半年来他吃不下饭 比在监狱里吃得还少 睡不好觉 半夜入眠 一个梦接着一个梦 凌晨三四点又醒了 担心吵到家人 就自己哭作着 有时对着电脑 练练打字 或者翻翻书 关于心理学和佛学 谈谈吉他 从前就会的 如今淡忘了 姐姐给他买了一个手机 但看着屏幕时间长了 眼睛受不了 他试着运动 慢跑 但一活动就心慌头疼 分着母亲的止疼片 和阿斯批林池 又赶上疫情了 便极少出门 住在苏州的姐姐家 比在林树老家 还更安心些 尽管总是迷路 好歹是在异乡 显得理所当然 不像时隔十五年 刚回林树老家那几天 一出门就找不到 回家的路那样彷徨 马玉平尽量陪着他 他仍然不知道 父亲究竟何时去世的 九年前 母亲为了他的冤案 到处递申诉材料 监狱的监察科 让他核实 他看到父亲 以病逝的信息 浑身颤抖 再见母亲时 甚至问不出口 他至今没办法 和母亲 好好地聊聊这些 还有 在失去他的痛苦中 病逝的爷爷 奶奶 外婆 没法聊啊 不知道聊什么 你说聊什么呢 马玉平有些抑郁 他所有的记忆 都是十五年前的 这十五年当中呢 我的生活 他也没参与 他的生活我也没参与 我这些年全部的经历 就是跑这个事 就那样 每个月去看他一回 那半个小时 有时候二十分钟 最短的时候五分钟 十五年的时间 母子之间的生活 也需要重新地显结 两个人 却不知从哪里开始 每次看到马玉平 犯头疼 张志超 瘦削的脸 就会微微地变形 妈 你那时候头疼 一个月去一趟 去看我 跑这里那里的 去那么远 那么些天 你怎么熬过来的 关于过去 起个头 便没法继续了 说不清 那种感情在里边 他想学习 学点本事 但不知道去学什么 没什么知识和技术技能 一下子能学会的 更不可能 半年一年的 就去上班 想要翻过 看不见的大山 小时候不怕浪费时间 游着兴趣 去天马行空 现在这个年纪 上个月 刚过了31岁生日 开始担心 学得不对 浪费剩下的人生 也考虑 先考个驾照吧 有点早 再等等吧 马玉平 也不敢教他什么 不会教 怕把儿子教歪了 他羡慕有学问的人 希望儿子能再去上学 犯难 谁都不知道 该从哪里开始 就慢慢的日子 慢慢的过 马玉平帮大女儿带孩子 他喜欢孩子 尤其喜欢淘气的 每次老花镜 被小手一把薅下来 是少有的明朗时刻 但他心里 一直轻松不起来 看到张志超 和姐姐聊天 接不住那些家长 里短 工作琐事 他快被无力感压倒了 他进不来 他不太知道 家庭啊 工作啊 这些 他还是不能正常地来生活 他跟这个世界 还没有融入 15岁半那年 大年初四深夜 他被警察带走时 回头看了一眼 时钟只在一点 母亲递给他一件大衣 那是他对家的最后一个记忆 清晰地被印在脑子里 之后的一切都是疯狂的 太不可思议了 在审讯室 几个人上来让他认罪 他吓傻了 后来渐渐地明白 自己在被逼着承认 强奸杀人 而死者 是他素不相识的 童年级的女同学 熬了两天没合眼 实在撑不住了 松了口的那一刻 他想我完了 听到有人轻描淡写地 说了一句 早说就不用这样了吗 他真的希望一了百了 被关押一年龄一个月后 2006年的3月6号 开庭审判那天 母亲和当时上在世的父亲 甚至都没有能进入法庭 他只觉得没有意义了 在无期徒刑的判决书上签字时 一眼也没看 被送去少管所的前一天 母亲被家人架着 进入会监室 贪软又生死力竭地一直哭 他没见过母亲坚强 慈爱之外的样子 觉得不太习惯 喊了一声 妈 哭了出来 昏天暗地 对自己经历了什么 却绝口不提 在监视 和很多人挤在一起时 他不敢正眼看人 和其他的罪犯在一起 一个强奸犯 自觉比别人矮一紧 看不起自己 每天看着一样一样的东西 天就那么大一点 很小很小的一片 天好的时候 看上去也不清不楚的 从少管所到成人监狱 如果说那几年是怎么过的 张志超只有两个字 字笔 不说话 也不思考 只觉得十五年 就活了同一天 按点起床 搞卫生 集合 吃饭 劳动 拨算 后来低着头 在缝纫机上做针线活 日复一日 什么都没有 如果不是母亲 每个月雷打不动地 奔波几百里地去看她 她大概活不下去 从十五岁到二十多岁 每一刻都那么磨人 但分辨出自己 年岁渐长 却很艰难 只有马玉平成片成片 不断花白的头发提醒着她 过了一年 又过了一年 亲人一个个地去世了 她觉得是自己 折损了他们的寿命 直到第六年 没人知道 翻过心里那道 高高筑起的恐惧的墙 有多难 张志超第一次 有勇气对母亲喊冤 不敢在会见室里生长 他偷偷地塞了一张纸条过去 我没有犯罪 帮我找律师 我要申诉 他忽然觉得人生又有了意义 活下去的动力 要把这个事情做完 哪怕花几十年的时间去做 马玉平丝毫不意外 六年来 他不敢逼问 一直等 一直等 终于等到儿子说出来了 脑子懵懵的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离开看守所的 唯一值得庆幸的就是 当年没超过十八岁 那要到十八岁 那就是聂树斌 就没有一分钱的机会 给他申诉清白了 他想得很简单 你错了 你就给我改过来嘛 谁知道 哎哟 就像男的登天一样 他开始了九年申诉的漫长道路 请了律师 调出了案卷 递了申诉材料 之后就是一天天的就近等待 赶上能吃顿饱饭就使劲吃 下一顿不知要等到什么时候 晕了就坐在地上喝两口水 流的眼泪就像一场场雨 走在路上完全顾忌不到 人家说 你看这个女人怎么了 大半年后 2012年的3月19日 第一次被林仪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的时候 张志超想下一次还有希望吧 母亲从不给她讲自己的遭遇 只是不断地说 咱们坚持坚持坚持下去 看着母亲染黑的头发 她知道母亲是怕她难过 后来白的太多就不再染了 她觉得无能为力 什么也做不了 已经走遍了 找人找遍了 给无数人磕头 我母亲 又大半年之后 2012年11月12日 再次被山东省最高人民法院驳回的时候 张志超签字的手不停地发抖 名字也写不上去 队长问 没事吧 他说没事 心里已经要放弃了 到极限了 他又回到当初的那种绝望里 特别害怕 马玉平去北京找到上权律师事务所 上权所把案子纳建了蒙冤者计划 把申诉材料递到了最高坊 两位律师还找到了宁波 王广超 当年和张志超一样 被刑讯逼供诱供 被判包庇罪的最好的朋友 快十年过去了 他一直在心里恨着张志超 以为当年是张志超咬他 诬陷他包庇 拉最好的朋友垫背 听着律师把案卷详细地讲给他听 他才知道 自己和张志超当年究竟经历过什么 他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 懵懵地问翻案几率有多大 律师告诉他要么王者归来 要么真凶再现 他第一次燃起的洗刷清白的期待 一下子给一盆凉水浇灭了 那可是北京来的大律师啊 那之后他再也没有燃起过什么希望 继续安安稳稳地开他的大火车 他知道马阿姨一直还在努力 没法开口劝什么 只想着如果换作自己的母亲 也许走不到这一步 马玉平知道自己和所有的申诉者一样 脸上有个符号 背个包 再愣着走到哪都被嫌弃 到北京坐公交车 说句上访的就可以不交钱 但他从来不 他省吃俭用 会等最便宜的公交 但一定会投币 别的上访者坐火车 只买站台票 他选煤空调的最便宜的硬座 但是一定会买全价票 没有贡献 不能给社会找麻烦 为方便跑法院和探监 他先后在林姨资博打工 在饭店里包馄饨 包包子 蒸馒头 烙饼 顺带着洗菜切菜 住几十块钱的地下室 后来给人家带孩子 捡着洗衣 做饭 打扫卫生 他喜欢孩子 特别是好动的男孩 孩子就是勃勃生机 就是长大 越来越懂事 都可有生机 你教他做什么 他慢慢地就学会了 那个小眼睛 就滴溜滴溜地瞅着你 他前后带了十几个孩子 最长的几个月 因为一有律师打电话过来 就要立刻动身去北京 两年又过去了 上全所 递到最高法的申诉 毫无回应 马玉平拿回案卷 觉得身心俱疲 走到了尽头 张志超至今觉得对不起母亲 希望他把独自吞下的 那么多年的痛苦 讲给他 让他分担一点 马玉平只是说 那是一个母亲应该做的 他又不想母亲再回忆过去 希望他能忘掉那一切 就好好地陪他过完这些年 重回母亲身边 他时不时地 要摸摸马玉平的头发 怎么老成这个样子 他嘴角又变形了 出来以后开心吗 前一秒开心 后一秒就直接没有感觉 完全就麻木了 瞬间就麻木了 在笑的时候 其实心里也没有笑 他觉得自己的感觉很怪异 刚开始 他觉得天很大 看不够 看了几个小时 其实什么都没有 当初父亲患脑癌 他立志当医生 生物成绩 一直排在了学校的前几名 现在不想再提 觉得没意义 最有意义的还是亲情 家人 从小最喜欢过年过节了 一大家子聚在一起 他喜欢那种气氛 现在只有母亲和姐姐 对日常所事 他从不拿主意 吃什么喝什么 问他意见时 他都会稍稍迟疑 或者由着母亲做主 马玉平信佛 他也跟着信 相信好人会有好报 六年前 马玉平在北京 找到李迅律师的时候 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如果李迅不接手这个案子 他打算去找一栋 最高的楼跳下去 作为一个母亲 他能做的似乎都已经做完了 不知道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 他只能以自己的命 来引起社会的关注了 马玉平费尽周折 找到李迅办公室的时候 一位贵妇正在咨询离婚 李迅不想接那个案子 当事人吵起来 反正特别没理的事 马玉平操着一口山东方言 跪下给他磕头 他没听懂 懵了 看了马玉平带来的案卷 和一审判决 这个性格豪爽的东北汉子 顷刻间同情心胀满 当即对那个贵妇说 你这个案子 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做 马玉平听见 一百万的数字转身想走 他立刻给叫住 你干啥去 我要出多少钱 不用 你这时候免费贷了 一分钱不要 又掏出了一轮钱 塞进了马玉平的兜里 别委屈到自己 马玉平给扔回去 他又给塞回来 李迅律师代理的许多案件 当事人非富即贵 非法集资 诈骗 合同诈骗等等 各类金融案件 第一次撞上这种穷苦老百姓 求告无门的案子 而且 案情信息让他感觉很变态 15岁半的少年 被变态到几乎一银的方式 冤了十多年 我之前的案子 没有这么惨的冤案 张志超是最可怜的 那两个月 其他的案子忙起来 加上想把张志超的案子吃透 李迅一直忙得没有空联系马玉平 马玉平等着新交打电话发火 你们律师是不是不给钱就不去 你不要这么想我 我接您这个案子不是为了钱 那年腊月28 李迅和马玉平约好了去监狱里会见张志超 马玉平迟到了 因为资博监狱要求必须两个律师同时会见 他去找当地律师陪同 那是资博最冷的一天 李迅没穿秋裤 在监狱外等着给冻毁了 马玉平一下子心疼起来 那次之后每次要去山东 马玉平都提醒他穿秋裤啊 第一次见张志超 笨三十的男人 眼神还是个孩子 问什么答什么 不会展开了 向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 那次会见 李迅要确认两件事 即使人不是你杀的 有没有见过尸体 有没有碰过 以及当时怎么认得罪 做完笔录 一直沉默的当地律师对李迅说 这个案子肯定翻不了 李迅一股气提上来 我真不信 如果这小孩今天跟我说的是真的 我一定帮他把案子翻了 你看我有没有这本事 张志超隔着玻璃没听见 深深拘了一躬 就被带走了 那之后 他又会见了张志超十多次 每次问到刑讯的细节 张志超就克制不住的抖 没办法 你必须要说清楚 越细节越好 一遍不行我听两遍 两遍不行我听三遍 李迅带着实习律师去了几次 才把一个个问题聊透 他知道 张志超在里面度日如年 每次填表写思想汇报 都要写上强奸两个字 是最难受的事 聊完案子 他开始和张志超先聊天 不聊过去 只聊未来 你出来之后想干什么 我喜欢打篮球 你喜欢吗 将来一起打篮球 你以后会有怎样的幸福生活 张志超只是笑 李迅接手案子几个月以后 民主与法治记者李蒙找到他 你带的 我带的 咱一起弄 行 没问题 那几年 李蒙一直在跟进报道 蒙冤者计划 了解了张志超的全部案情 感觉肯定有问题 他找了南方周末 中国青年报等几家媒体 一起到李迅的律所 李迅找来了马玉平 马玉平见到李蒙 又立刻地跪下 李蒙赶紧扶起来 一会儿记者都来了 你这像啥样子 之后几个记者相约 跟着马玉平和李迅 到临仪采访 先到学校 洗刷间 厕所 宿舍 操场 从作案实践到空间 都排除了张志超 犯罪的可能性 又找到了张志超 当年的班主任 那件事之后 他再也不能做班主任了 他告诉李蒙他们 当年询问张志超 是自己不在场 只是事后签了个字 还说 两年前 山东高院来找他 他也是这么说的 以后只要让他作证 他都会出来这样说 他们还去寻找 当年证明张志超 出现在案发现场的证人 王某和杨某 王家人像是从县城消失了 杨某的父亲 在市场里卖水果 说不要再打扰我儿子了 最后又跟着去了 自博监狱 律师会见时 他们等在外面 李蒙相信 案子一定能平凡 我为什么非常想弄这个案子呢 一是觉得 救这个小孩意义非常大 他当时26岁 很少有这样年轻轻的蒙冤者 一般蒙冤者四五十了 他还在青春年华 把一个青春少年 从监狱里面拯救出来 比拯救一个60多岁的老头子 意义要大吗 这句理性冷酷的话 这个人将来给中国法治 做的贡献会更大 因为他后面还有漫长的 几十年人生 不就是一个冤假错案的活样本吗 更重要的原因是 这个案情实在太假了 不管是张高平案也好 聂树斌案也好 逻辑上起码让你感觉说得过去 这个案情 一看就觉得根本不可能 李蒙谈起张志超案 总是滔滔不绝 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 也是马玉萍感动了他 马大姐非常善良 有的人需求特别高 整天找你 如果这个人自尊心不强 将来很可能不尊重别人 因为他自己都不尊重自己 你可能为了这个事 投入了很多 最后他都不尊重你 有的深渊家属 到法院的门口大喊大叫 他去了法院 就在那站着 人家让去哪去哪 特别平和的一个人 不爱闹他 他觉得媒体该使点劲 第一波报道出来 舆论沸腾 在林书二中 甚至整个城市 人人都在谈论 十年前那个凶杀 下一步该怎么办 李蒙说搞一次研讨会 他找了一直关注着 冤家错案的李轩教授 和推动冤案平反 颇有经验的李金兴律师 跟李迅一起商量研讨会的议程 校称四里会议 李迅出了六万经费 几天后 研讨会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 学界开始普遍关注这个案子 李奋飞 陈永生 和平等几位法学教授 在课堂上当作案例 向给学生听 同时 马玉平向山东省检察院提起申诉 后来被正式通知 立案复查 那年初 李蒙和王电学律师到山西出差 一路聊起了张志超案 要不你也带礼吧 好啊 王电学答得很痛快 只要李讯律师同意 他们相识十年了 李蒙觉得 王电学还能调动更多的资源 他给李讯打电话 我同意 没意见 李讯答得同样痛快 后来 李讯 王电学 李蒙带着马玉平 到山东省检察院 当时复查期限马上就要到了 他们希望检察院复查清楚后 能行使抗诉权 王电学和李讯又去会见张志超 他们发现案卷中有些关键证据 在当年审判时没有出事 有四位同学作证 案发时间张志超和他们一起参加了升旗仪式 占对位置都对得上 他们希望张志超能完整地回忆起当天自己的行计 那是王电学第一次见张志超 比马玉平状态好一些 但也是失望 他见过很多冤案的当事人 深塑的欲望都强得不得了 甚至很多行为艺术 拉着铁栅了 嚎叫 你们救我出去啊 有的觉得能出去了 计划着买房子娶媳妇 但张志超从没表达过这些 可能是个人性格 他们母子话都不读 情绪没有完全地释放出来 回了北京 三个人开始筹备第二次研讨会 李迅和王电学各出了八万块 请来了 刑诉法学界的泰斗陈光中教授等许多法学界的重量级的学者 法医司法鉴定专家 媒体和律师 那之前 最高法院想视频接访张志超案 两位律师即刻从北京飞到了林椅 和北京最高法的法官视频接访 第二天又飞回北京主持研讨会 两次研讨 案子辨析得更加透彻 并且结合了法医的分析 尸体的新鲜程度 尸僵情况 尸斑的分布方式 额头嵌入的玻璃渣等 都不是厕所当时的现场环境能够形成的 他们高度怀疑厕所是抛尸地点 而不是第一作案现场 果真如此 张志超当年所有的口供都失去了基础 不久后参加了研讨会的李奋飞教授组织最高法 最高检去国外访学 方向是交叉询问 问李迅有没有兴趣参加 李迅立刻报了名 来回花了三十万 课间得空就跟最高法院的法官 唠叨张志超案 第二次视频接访以后 两个律师在街边吃烤串 光着膀子喝啤酒 喝掉整整一香 互相说着 挺住哥们 马玉平陪着他俩 为了省钱 两人开了一个房间 李迅听着王殿学的呼噜 从F调到A调的不停调换 打了一整夜 第二天早上起来 王殿学埋怨他 你呼噜真香 你要脸不 两人再没一屋睡过 在监狱里 有人偷偷把南方周末的报道 塞给张志超 马玉平去看他 把李蒙总结所有案件 疑点的一封 写给张志超的公开信 打印出来给他看 他问 妈 李律师 王律师 李蒙老师 这些帮我的人 你是怎么找到的 儿子啊 告诉你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世事变迁 当年第一波报道 张志超案的媒体人 大多已是前记者 前编辑 卢一杰 现在已经改行做律师了 真是 这么多年了 马玉平在老宅外感慨 儿子当初就是从那里被带走的 他也住不下去了 搬去和父母同住 老母亲去世以后 他和老父亲相依为命 老父亲84岁了 近两年忘事严重 渐渐地把外孙的事也忘了 有时候出门有人问 你外孙子咋样了 他一下又想起来 回家告诉马玉平 人家又吻潮 转头又忘了 张志超回家那天 老爷子第一句话 你瘦了 没多久又问马玉平 那小孩是谁啊 怎么还不走啊 张志超把所有的复杂感觉 都收了起来 老爷子带着外孙 在小区里附近转悠 他不认识外孙 外孙不认识路 那一片早前是农田 没有楼 也没有这么多车 一切都变了 张志超看着路两边 成排的店铺 所有门脸都长一个样 像走迷宫一样走不出去 还好 长辈在身边 不管记不记得他吧 他有些恍惚 他还没有准备好 重新开始自己的时间 在监狱里 过三十岁生日时 是张志超成年后 第一次意识到时间 他本已把十五岁 刚念高一的最好的时光 从心里拿掉了 因为一想起来 紧接着就是被关押的痛苦 那年 他开始怀念青春时的无忧无虑 第一次住校无比兴奋 身边很多朋友 同吃同住 和王广超形影不离 一点小事就能笑上半天 那时 他还是个两百多斤的胖子 张志超年近耳历时 2016年底 马玉平忽然接到了 山东省检察院通知 最高法院调卷 山东检察院要终止复查 移交最高法院 全国政协委员 法学教授侯新一 告诉两位律师 有什么问题 可以代为转交最高法 王殿学条分履息 写了一份材料 他后来理性地分析 申诉案件经常是这样的 像聂树斌二十年 陈夏颖 刘忠林 还有我们代理的 许金龙二十多年 都是经过很漫长的阶段 家属跑很多年 律师需要接力 慢慢地 证据越来越多 司法机关也越来越重视 某一个时间点 真的可能还有点 运气的成分 张志超也不例外 马玉平 把再审决定书 拿给张志超时 他嚎啕大哭 听说 山东省高院组成了何一庭 五个法官 就是复查 聂树兵案的法官 大家都有些安心 张志超做了日历表 每天画 每天都太长了 再审却不断地延期 三个月延一次 他没想到会延期六次 他告诉自己 不能完全绝望 但不要再有希望 他也没有跟任何人提起 不到最后一刻 少年强奸杀人犯这个名字 没有从身上拿下来 别人看你的眼光 就跟你看他们的嘴脸一样 马玉平又开始山东省法院 检察院两边跑 李萌陪着他又去最高法 2019年10月 终于等来了庭前会议 那天 在鲁中监狱门口 马玉平和李萌 看着山东高院的车开进去 马玉平认出了院长和法官 又看着山东检察院的车开进去 认出了检察长李迅和王殿学也进去了 不到一小时 庭前会议开得很理性很和谐 各方姿态都很高 那天 张志超和王广超 时隔15年第一次见面 两人互相点了一下头 临走时 王广超说多保重 张志超又点了下头 不敢再多说话 怕被说是提前串供 2019年12月5日 在审开庭 检察院出示了一系列的证据 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 1572号鉴定书 包括死者血样 口腔分泌物剪裁 阴道分泌物剪裁 尸体和现场的可疑血迹剪裁 以及张志超血样 出示之后并未发表意见 李迅作为第一辩护人 立刻向审判长提出 请公诉人说明 出示1572号鉴定书的证明目的 审判长同意 公诉人一顿 说证明在死者身上和案发现场 没有发现任何张志超的DNA 李迅心想 就等你这句话 庭审有个不错的开始 王电学作为第二辩护人 在之后的一轮辩护里 宣读了辩护词 李迅在第二轮辩护里 针对检察官的各项意见 临场 智政论辩 出示了全部证据以后 检察官建议 一罪从无 两位律师坚持绝对无罪 张志超 马玉平 王广超 和死者姐姐的哭声 在法庭里起起伏伏 庭审结束后 一位法官对两位律师说 下雪了 下雪了 李迅和王电学 踏实了 2020年1月13号 宣判日 资博又下了一场雪 张志超决定不哭 听到无罪那一刻 觉得长久以来 压在心口的 很重很大的东西 忽然掉下来了 还是控制不住 捂着脸抽起 只有一个念头 十五年了 十五年了 焦锤休停了 他脑子一片空白 李迅跨着张志超走出去 马玉平一把拽过儿子 跪下 磕头 别整了 赶紧走 李迅去扶他 撕扯中 他那套生日时 咬咬牙给自己 买的最好的一套 西装裤子 直接给扯开当 没人留意到这事 马玉平又拉着儿子 给王律师磕头 李蒙等在外面 心情平静 他还没见过张志超 他之前 总问李迅 张志超是个啥样人 机灵不机灵啊 他见过太多刚从监狱出来的人都很木论 许金龙案的一个当事人 释放两个月了 在律所复盘案 他在旁边没有一点表情 好像谈的是跟他没有一点关系的事 看着张志超走向自博中院的台阶 说天太大了 能表达丰富的感觉 一笑很灿烂 像马玉平 李蒙感到欣慰 就了五年 才见着 发现真的是挺好一个人 李迅跨过张志超 给李蒙老师鞠个躬吧 李蒙拥起他 在耳边说 你自由了 随后闪到一边 许多镜头对着他们 马玉平又过来 拉着儿子 给李蒙老师磕头 他赶紧再抱起母子俩 弄得挺不好意思 情绪都给搞乱了 后来回到北京 他反而睡不着觉了 想想觉得有点激动 想起这好多年 获得自由的第二天 张志超一大早 在酒店里醒来 想去找母亲 路过电梯 忽然很想去试试 头一天 他找不到电灯开关 不用烧水壶 也不会拨电话 他想试试一个人 坐电梯 电梯停在一楼 他走出去 第一次一个人 一直走到酒店门前的 大路口 天很冷 他站在那里 一直站着 就想在那待会儿 头天晚上 他和王广超 躺在酒店的床上聊天 像一下子回到当年 躺在宿舍床上夜聊 隔着过道 一个在这边 一个在那边 那谁是他们最要好的伙伴 一个班长 一个体育委员 张志超那会儿很幸福 有一次姐姐熬了一宿 给他剥瓜子米 装了满满的一大铁饭盒 他拿到宿舍分享 一人给吃一点 哇 太幸福了 王广超很崇拜 想要我有个姐姐多好 王广超也常见到 蚂蚁漂亮又热心 经常包水饺送去 他记得很清楚 鱿鱼韭菜馅的 县城没什么海鲜 竟然还有这种馅的水饺 他吃了两个 心想张志超的母亲 好厉害呀 这么多年了 憋了许多话 那一夜像说了很多 也像没聊出什么 王广超晚饭喝了三杯白酒 不善言辞地讲着许多年的事 张志超一直听着 直到看守所里开灯睡觉 怕张志超不习惯 王广超一直让灯亮着 聊着聊着睡着了 朦胧中知道 张志超起身把灯关了 回到老家 张志超还有些走不稳 攥着母亲的手 妈 我也看不清 他好多年没戴近视眼镜了 不敢走路 没事 马玉萍领着他 一路紧紧靠着母亲 向儿时的夏夜 和姐姐一左一右 挨在母亲身边躺着聊天 他盼着能回趟老宅 一直记得离开那天回头 家里的样子 进老宅那一刻 看到屋子里都空了 一片破败 他哭着说 那不是我的家 没再回去 离开监狱了 回家却像是流放 完全陌生的一切 让他不知所措 甚至对家里的 机顶盒 路由器 无线网络都没概念 对电视的记忆 还停留在四方大脑袋的印象里 在外公家的客厅 他既像主人 又像客人 又都不是 那几天 记者在客厅里 站得满满当当 他给每个人倒水 又来个人 立刻再倒一杯 不好意思 我不太会泡茶 他谨慎得体 像个成年男人一样体面 努力回应着 各个媒体的反复提问 百胎已有求必应 一件事 说了很多次了 也还想尽量地 再表达更多 遇到糟糕的问题 他用中学生式的方式 提炼自己的情感 遇到恰到好处的问题 他会慢慢地讲述 极其微妙的情绪 每次有人离开 他都跟着送到楼下 但总忘记顺手关门 像锦小慎威里的百秘书 15年的时间 似乎让他失去了这个习惯 失去的当然远远更多 他还没谈过恋爱 当初大概在心里 淡淡喜欢着某个女孩 那个年纪应该那样吧 像是一个旁观者 在推测一个青春期 男孩的情愫 他已经记不得 当初的女孩是谁 什么样子 未来想谈恋爱吗 一个记者问 他正住了 像是突然被问及 一件不关己的事 半天后说 未来还是要成家吧 担得太遥远了 有人问他 是不是这两天说的话 比在里面几年都多 他说在里面基本不说话 然后沉默 几位记者分享 各自监狱采访的经历 采访申诉者的故事 他一言不发 一位摄影师打开淘宝给他看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 要啥要啥 又打开了美图秀秀 这个是现在女孩子最喜欢的东西 能把人拍得不像人 他看着另一位女记者 展示手机里的十几个P图软件的特效 他在里面美颜了一回 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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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微微弹开 讨饶地笑着摇头 有记者提到他当年的好友尹某 曾向警方作证张志超 谈论过去死的女同学 是学校里最漂亮的 张志超想着自己 都能被逼着认下天大的罪行 让其他同学说几句杜撰的话 也没什么不可能 他不把那些看作是对友情的背叛 经历过更大的恶 对小恶看得平淡 一连接受了三天的采访 说起很多不想再讲述的过去 他整夜没睡 不过胡思乱想的是 未来而不是过去 越想越焦虑 在他的认识里 尔利之后就是中年人了 而自己从少年直接跨到中年 中间全都是空白 所有人都告诉他 他还年轻 还有很多机会 而他告诉自己 已经三十多岁了 母亲已经老了 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 可是用什么来承担呢 该怎么去生存呢 像是提着自己的头发 跳不起来 一个人坐着的时候 就被那种茫然 压得受不了 那几天 马玉平忙前忙后 轻快沉着又不发热情 他不愿意在镜头里出现 媒体拍到他的影像 他常常是羽绒服帽子 拉得很低 他觉得媒体帮助过他 不能拒绝 有人说律师出了名 他立刻驳回去 根本不是为了出名 跟五年了 什么人能够跟五年啊 我找了很多律师 都不接这个案子 和儿子在一起时 两人小心翼翼地 不去触及对方 这些年积累的创罢 也担心媒体不断地提问 让对方忍受不住 但内心又暗暗期待着 对方可以向自己倾诉 这么多年来遭受的痛苦 也是还没来得及 也是还没有做好准备 记者们先后结束了采访 一批批地离开 那天中午闲聊 我和张志超聊身边的年轻人 都猛 工作越来越难找 在不停地适应变化 适应自己的积累不断失效 告诉他 我从纸媒离开 就失业过一次了 暗暗地希望他对自己 少几分异类感 对失去的时间 少一点点遗憾 当然不可能真的安慰到他 担心自己有 核不食肉迷的嫌疑 在他经历的无边痛苦面前 内心安慰显得轻飘 马玉萍把手机递给儿子 让姐姐教你怎么给律师 发个微信 他有些忘了怎么用拼音 羞涩抱歉地笑笑 我教他发语音信息 语音转文字 还有使用其他小程序 这么厉害 很方便 他上手很快 马玉萍在一旁鼓励 操 你再去上学吧 三十多岁的人了 三十多岁也该学 只要想学习 什么时候都来得及 我上北京的时候 坐地铁 人家学音乐的 看书的 还有拿着作品的 很多 像他这样 他能学不好吗 张志超默默地听着 马玉萍最操心的 还是儿子不想吃东西 水果一口不吃 午饭时夹菜给他 张志超问 这是什么菜 真好吃 油麦菜 以前没这菜 菜得多吃 他笑起来 就是让多吃 我以前两百多斤 阿妈从来没说过我胖 我都觉得自己胖 提起几个记者 找到死去女孩的老邻居 一个休闲的大爷 拨通女孩妈妈的电话 电话那边情绪激烈 我连警察都不相信 为什么要相信你们记者 你们能帮我找到凶手吗 你们不能 我为什么要接受你的采访 马玉萍无比理解 但觉得 趁着媒体都在关注 该站出来追凶 这个时候 这种事情面前 个人隐私算得了什么呢 他也激动起来 他们家也很不幸 作为父母 那真是他天的事情 你父母不闭眼 疼女儿 那个心就不死啊 只要你意识清醒 那就没完 没完 那个张志超和王广超 都没见过的女孩 那年16岁 一米六零 身材轻瘦 短发 眉毛中间连在一起 很特别 圆脸 单眼皮 是班里的文艺委员 时钟那天 穿着黄色的羽绒服 白色的牛仔裤 咖啡色的旅游鞋 在厕所被发现时 下身赤裸 身下压着红色的小保 蓝色的牛仔裤 堆在一边 地上散落的明信片上 写着 如果一滴水 代表一个祝福 我送你一个东海 母子俩希望 早日地找到凶手 一切有个彻底的了结 那几天 张志超常常掉眼泪 15年的监狱生涯里 他没怎么哭过 他不那么喜欢 总是掉眼泪的自己 他想告诉自己 坚强些吧 又是一个坎 把这个坎迈过去 重获自由的第四天 张志超有了新的身份证 虽然还是临时的 他捏在纸间笑笑 民警喊他名字 他接过一袋纸 一张一张地 把户口叶 塞进户口板 又拿起了临时身份证 笑起来 很灿烂 很灿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